論臺海關兩岸 歡迎收看宏觀熱點 我是劉鴻 民進黨民代初選登記啟動 許多區域競爭激烈 有關選舉話題 我們連線臺灣時事評論員雷茜 聽聽他的解讀 雷茜老師你好 劉鴻你好 民進黨民代初選提名競爭激烈 有分析指出 蔡英文與賴清德之間的競爭 似乎再度延伸到了民代初選 您對此怎麼看呢 這一次民進黨的初選 有非常奇特的現象 主要你可以看出來 英系跟賴清德所代表的 其他的派系 在這一次應該是寸土不讓的 在一個一個的選區 做殊死戰 譬如說在台北王世堅去參選 或者是高嘉瑜的選區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指標意味 當然兩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就是現任的人物裡面 一個是何志偉 何志偉是在上一次民進黨內部的 政爭中間呢 是屬於開炮者 開槍者 所以就會有非常強烈的反擊 他這一次的位置可能不保 另外一個是高嘉瑜 因為很多人認為 他跟藍營的言論的尺度很接近 所以在民進黨內部的所謂團結心態中呢 也對他有了一定的反彈 這顯示出民進黨多年以來 第一次把他們內部的競爭放在檯面上 其實蔡英文跟賴清德的競爭呢 是從第二次在領導人初選的時候 就已經種下了其中的因 當時大家都知道 賴清德本來民調是非常的聲望之高 蔡英文可能沒有機會出現 可是由蔡英文所主導的黨中央 利用技巧性的把民調的時間不斷的拖延 使得最後呢 選擇了一個最有力的時間 以及最有力的民調方式 讓蔡英文仍舊順利的成為民進黨的候選人 從那個時候開始 其實賴清德已經 力兵摸馬養精蓄銳 或者說臥心長膽了這麼長的時間 他的佈局是非常綿密的 所以本來大家會認為 他是在一個定於一尊的情況之下 輕取這個大位是太難取物一般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因為在黨主席的選舉中間 真的是殺到刀刀劍骨 不但是黨主席選舉之前 殺到刀刀劍骨 黨主席選舉之後 他的作為仍舊是對蔡英文的派系 不斷地揮刀亂砍 所以這種在內部中間 這種強大的仇視跟敵意呢 會成為這一次 在無論是民意代表選舉 或者是最後領導人選舉中間 一種分裂的態勢 民進黨在過去20年中 從來沒有一次有這麼嚴重的 分裂的可能 您認為民進黨民代初選陷入內鬥 那麼這將對賴清德參選2024 帶來哪些影響呢 賴清德參選2024 本來他可能認為就是 探囊取物一般簡單 因為在菲律陣營或者是藍營中 很少能夠推出一個 跟他資歷相當的人 因為他從民意代表 到縣市首長 到行政機構的副首長 到蔡英文的副首 現在又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這種資歷呢 其實放眼所有菲律陣營跟藍營 是沒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 並且過去的民進黨 都是定於一尊之後呢 都極為團結 因為他們知道取得政權以後呢 大家都可以有各自的位置 這一次卻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我們從他們民意代表的選舉 跟其他的黨內的工作的競爭之激烈 可以看出來 他彷彿有一種漠視的傾向 漠視的傾向就是可能不一定贏 所以現在要去爭取位子的人 一定要快速地搶在前面 那麼這次民意代表的提名就可以看出來 所有的那些本來沒有想到的 甚至藍綠陣營裡面那些比較年輕的一輩 都有這種要搶搭最後一班列車 搶搭末班車的心態 這可能是顯示了在台灣下一次的選舉 不但對於兩岸的和平 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外 在台灣內部的政治 也會是一個波桃洶湧 分崩離析的大局 中間會有很多板塊的碎裂 也會有新一代跟舊一代世代的交替 中間的混亂 可能是未來這幾個月 台灣政局的縮影 此為止 佳北